行政院長蘇貞昌視察 原能會食品放射性檢測實驗室 確保服食登台前 政府已經做好準備 速回掛保錦檢測量能沒問題 因為最快這個月二十一號 就會正式開放服食進口 而這個時間點 蔡政府似乎早有規劃 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在親和會上表示 上個月底接到總統蔡英文電話 表示臺灣將會大幅解除 福島五線的食品管制 安倍除了向蔡總統致謝 也認為臺灣已經跨越 加入CPTPP的最大障礙 總統府發言人張敦涵也證實 蔡總統不但感謝日本的疫苗援助 以及支持臺灣加入CPTPP 雙方也針對開放服食 交換意見 期盼台日關係持續深化 除了日本力挺澳洲外交國防及貿易事務聯席委員會 十號發表報告表示臺灣加入CPTPP對澳洲的能源教育等產業甚至網路安全及疫情管理都有好處 因此建立政府應該支持 同時展開台澳自由貿易協定 FTA談判 富士解禁蔡政府拿出破例 解決困難的貿易問題 而這份決心似乎正在國際悄悄發酵 經新聞理事前許佳慎採訪報導